网购平台跑路 网友却拍手称快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网购平台一连购 以低于官网500的价格 全网预售苹果爱哄14 但以往的经验 苹果新机上市都是一击难求 黄牛加价一千还有人抢 平台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引得无数黄牛净折腰 一小伙非常幸运 抢到了十几台爱哄14系列 一共15万多 当即就付了款 想着等手机到手 再转手卖出可以搭转 等到爱哄14正式上市 一连购平台却已经无法登陆 客服联系不上 弹弓地点人去楼空 离谱的是 他们还发了费嚣张的公告 我们真的跑路了 钱已经被专业的团队洗干净了 贪小便宜吃大亏 天下没有掉馅饼 这是给你们一个小教训 以后再也不要当黄牛了 杀人还要猪心 有网友发贴 买一台的用户收到货了 没有发货的也给退款了 货予两台的不发货也没有退款 被斩走的只是黄牛的钱 好家伙 原来玩的是劫富济贫呀 可怜那些巨款抢购多台 很想转手赚一笔的网友 那些加价抢击的黄牛也不好过 iPhone14上市后销量惨淡 价格跌破 发行价一路走低 黄牛纷纷亏钱割肉 被用户反向收割 小伙哭晕在厕所 搜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